上一周这个美英澳三国成立了一个AUKUS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然后现在四方安全对话也开始面对面的峰会了 美国 印度 澳大利亚和日本 这两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组织 或者叫新成立的小的面对中国的一个 就两个这种核心组织 都有澳大利亚参加 那么澳大利亚为什么 会对中国做出这样的抉择呢 其实早几年我们就看到了 澳大利亚政府应该来说是响应号召特别迅速 很多国家还没有实际动作的时候 澳大利亚就把一些亲近北京的人 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了 那么美军对他也行 据说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表示 哪些飞机将成为 美国在澳大利亚增加存在的部分呢 它持有开放式的态度 那就是说你需要什么 我们就会派过去什么 只要澳大利亚同意 只要你需要 澳大利亚呢 跟日本之间 其实在二战时期也有过战争 大家应该知道 在菲律宾战场上 日军俘虏的 这个盟军士兵里面 不仅有美国士兵 其实也有 澳大利亚士兵 澳大利亚士兵被俘的 差不多有三万多人 但是活着走出战复营的 不夺 这就很麻烦了 澳大利亚人报复心很重 所以在二战后期 我们看到的这个 新几类亚战场上 中国的传说是 澳大利亚枪毙了 这个 18万的战俘 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是在 新几类亚战场上 在这个战狱中 不接受出枪 所以前前后后 接近二十万人 活下来只有一万多人 事实上 日军的损失 在一次战役中 应该来说 这是最大的 澳大利亚人 非常记仇 直来直去 有仇就报了 不跟你玩什么 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中澳之间的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了中方 最极端的是在今年 五月份宣布的 无限期暂停 中澳战略经济对话 机制下的一切活动 但即便是这样 其实大家要知道 从去年 涉及到这个 澳大利亚农业 畜牧业 这个出口向中国 被中断的情况下 有一个没有受到影响 是澳大利亚 书向中国的 最主要的商品 铁矿石 暂时没有受到影响 因为在很多 这个有替代品的 都可以 但是 在铁矿石这个问题上 中方实际上 没有过多的选择 所以他这个贸易 贸易问题呢 其实 到今年 已经 临存失望了 澳大利亚对华出口猛增 据说是破纪录 除了铁矿石以外 肉类的出口也在增长 甚至我们看到了一些报道 这个 斗嘴皮子是吧 斗不过肚皮 中国在抢购澳大利亚的小麦 澳大利亚生产的这个 小麦 这个西澳大利亚州 百分之九十五 出口 那买家主要是中国 所以有很多 我们看到的这种 中澳之间的中澳关系 是吧 中澳贸易战 这些东西其实 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但为什么澳大利亚还要这样做呢 其实更主要的是涉及到意识形态 澳大利亚是 挡在中国面前 就像二战时期 挡在日军面前一样 他们把国家利益 考虑的要大于其他东西 其实这一点是澳大利亚总理 针对撕毁于法国的舰艇合同来说的 很多时候他已经 把他能放弃的都放弃了 他现在最主要的 还是面对 捍卫国家利益 在这个方向上 他更倾向于 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 所以他现在参加的这个四方伙伴机制 和这个三方安全机制 你能明显的感觉到 澳大利亚在 积极的参与 对中共的风度 其实他们还 涉及到这个 确保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 抵制 面对复杂多变的印太区域和世界 我们需要团结 这样才能免于被胁迫 被谁胁迫 被谁胁迫 被中共 中共总是认为 因为你像我的出口 占你的这个GDP的比重 相当大 所以我能影响到你的政治 很遗憾是吧 他碰到了澳大利亚 你可以称呼他为土澳 但是 你不要忘记 澳大利亚人 非常耿直 他们二战的时候 让日军尝造的失败 一定也会在 希望 希望跟美国分享太平洋的过程中 主动站出来 他也会参与遏制 中方一贯是 重申自己的立场 认为 这是针对他的 其实你说不说 他都是针对你的呀 由美国主导的 在印太地区的各类同盟协助 不断地扩大 正在形成一种潮流 他可能会很慢 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快 但是他很坚决 他们现在强调的是 民主国家的合作 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这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对抗 很多时候 人们想到的问题 其实 各个国家的政府 都已经事实上在做了 只不过程序上 人家比我们想象的要慢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绝大多数国家 他在向你 表达他的意志的时候 一定是通过合法的途径 就是说 有可能签立法 然后形成国际联盟 最终 才会让你感觉到 这事好像人家是完真的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美方的态度其实很明确 他甚至在 推着台湾 扶着他 因为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那么 每一次由美方主导的 这些国际会议 都会把这些问题抬出来 最终人们看到 无论是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还是其他的国际合作机构组织 都会越来越明确的表达 这些观点 应该来说 围绕着中国周边的主要国家 除了俄罗斯以外 其他人的态度都很明确 所以我们 没有必要去 奢谈 说中共还能活多少年的问题 其实他们现在过的日子 比我们想象的要痛苦的多 可能会有一两个祥瑞 跳出来在我们面前 以显示中共 还有他们说的那么强大 但真实的情况 大家都知道 不见得是这样 没有必要把他们想象的 无比坚强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永久执政的政府 也没有一个牵连帝国 无论它走什么样的道路 好的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